麻辣烫也在出去吃了 只有你在家做,连汤汁都喝完 切点葱姜 切藕片 豆腐皮切丝 香菇打十字花刀 我还准备了铜蒿、金针菇和红薯粉丝 火锅丸子随便放 麻辣烫也被称为是万能菜 想吃什么放什么 取一个碗放三勺芝麻酱 一勺芝麻油 一勺辣椒油 适量生抽搅拌化开备用 锅中油热放入葱姜炒香 放一勺豆瓣酱 一块火锅底料炒出红油 放一勺白酒增香 倒入清水 水量要根据食材多少添加 大火煮开后捞出料渣 倒入一袋纯牛奶 继续煮十分钟 纯牛奶是麻辣烫的灵魂 必不可少 先放南煮的食材 再放一煮的蔬菜 最后淋上调好的麻酱 这味道一点不熟给外面卖的 快安排吧家人们